2月2龙抬头做好这三集浮云一整年 具体怎么做我来告诉您 这第一集叫采龙气 五点到七点出门 呼吸第一口新疆空气就是采龙气 保证一年都扬眉吐气 第二集叫剃龙头 据说这一天剃头能红饮当头 艳雨说的好 2月2剃龙头一整年都有精神头 第三集叫吃龙食喝春酒 必然得吃点跟龙相关的美食沾沾喜气 比如说吃龙去面或者龙鳞饼等 喝春酒还得是四郎陈建彬老师推荐的 君道闺娘典藏酒 它可是上海贵酒旗下的东方人文高端酱酒品牌 酒体微黄透明 53度的醇粮大曲昆沙酱香性白酒 醇和如君酱香典藏 外包装以六角边形平身代表君子六德 再加上有浮雕感的12987酿造工艺 增添了不少涉及的厚重感 不愧是2019年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的大金奖得主 东方好酱酒 好酒酸好年 把这三鸡做到位了 咱们一年都服云满满